美国在国会里面的议员们 也面临了选举的关卡 他们为什么也不断地去修改美国的国立法 去呼应美国行政单位的做法呢 去迎合美国社会里面反中仇中抗中的民粹呢 第一个原因也就是为了讨军火商的欢心 以得到更多的政治现金 第二个他们利用这个方式 也可以向台湾讨得更多的台湾方面 给他的金钱的补贴 对于美国这些政客来说 不管是行政部门的政客 还是在国会里面要选举连任的政客 他们知道嘛 只要迎合社会的民粹 他们的连任就有望 他们就能维系他的政治生命 所以他们也不断地在鼓动台海的危机感 甚至最近还有人不断地鼓吹 美国应该回来驻军台湾 还有美国的特战司令 直接就说 希望美军与台军合作 共同对抗解放军 连这种鬼话都可以说得出来 而在种种的现象融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美国不断地修改 他的国内法 用他的国内法 把美国霸权的黑手 升到台海 升到台湾 制造了整个亚太或西太平洋地区 更多的不稳定跟危机感 感谢观看